原来你们运工到了几要关头 所以才不来杀我 他妈的 反正左右都是死的 不如拉我们 是你们陪葬来说 东方白石为了保护一水寒 被无法无天一箭重伤 无法无天也中了东方白石一掌 手中的屁魔剑击射而出 引发剧烈爆炸 山洞顿时摇晃起来开始坍塌 无数大小不一的石头落下 将东方白石三人埋了起来 袁孝天等人听到动静 连忙加快速度前去查看 发现山洞之中一片狼藉 眼尖的袁孝天 更是找到了重伤垂死的东方白石 东方白石见到袁孝天等人 说出了他最后的一言 东方白石说出 由他替一水寒偿还罪孽后 变断绝生击闭上了双眼 堂堂一代宗师就此草率的落幕 随后云飞又在不远处的石堆中 找到了一水寒的玉佩 猜测一水寒定然深埋地下 必死无疑 众人将东方白石安葬后 带着屁魔剑来到麒麟谷 利用四块麒麟玉打开了宝藏 紧接着一行人进入宝藏 来到了刻有屁魔二字的石台前 袁孝天学着当初的北唐墨 将手放在了石台之上 顿时屁魔二字发出金色光芒 投射出警告世人的剑岩 石台后的密室缓缓打开 露出了封印屁魔剑的地方 屁魔剑终于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了 袁孝天将屁魔剑重新封入了地底 避免再被心怀叵测的奸人利用 而一水寒已经死去 天下从此太平无事 袁孝天等人也要分道扬镳 先是龙刚夫妇和龙秀 决定回到凡人谷生活 袁孝天则是带着北唐新儿和云飞 续往擎天剑派好好整顿 让擎天剑派重振雄威 令人意外的是西门落水 她竟然打算回到石洞 继续过着她与世隔绝的生活 可是干娘 儿子说过要好好抚养人的 小婷 你有这份心意 干娘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我已经孤独坏了 我还是回去的好 干娘这么坚持 就依她的意思吧 时间来到半年后 龙刚夫妇带着龙秀来到四方门 刻意前来看望东方玉 原来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龙秀已经喜欢上了东方玉 东方玉同样爱上了龙秀 再加上龙刚夫妇的撮合 两人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 一向无比震惊的东方玉 竟然在和龙秀比武时 故意装作被龙秀失手打伤 引得龙秀自责不已 龙秀得知东方玉在戏弄自己 生气的就要转身离去 东方玉见状连忙抱住龙秀 出言向龙秀求婚 狼友情切有意 两人很快确定了关系 吩咐四方门弟子派发请柬 准备在七天后举办婚礼 为高权重的六王爷 得知东方玉要和龙秀成婚 命令手下准备好礼物 他要亲自前去参加婚礼 谁知六王爷还未出发 门外就传来了惨叫声 一个非裔人夜闯王爷府 王府卫队完全不是对手 被黑裔人如砍菜切瓜一般杀的片甲不留 就连六王爷也惨死在黑裔人的手上 皇帝得知六王爷全家被灭 派遣钦差大臣来到擎天剑派 宣布灭掉王爷府的凶手 必然是来自江湖的武林人士 要作为武林盟主的袁孝天 在三日之内查出灭掉王爷府的凶手 否则朝廷就会派遣大军诉清江湖人士 与此同时 东方玉正在准备聘领 却发现门外有黑影闪过 大胆不妙的东方玉追出门外 发现守卫全部惨死 这让东方玉颇为恼怒 施展轻弓拦住了黑衣人 与黑衣人展开了激动 一阵队出身 一阵队出身